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0年元月29日,星期三,欢迎来到财经能演 能演的会员网站开通了,域名是3w.财经能演的全拼.com 里面可以收听能演各期节目的音频、文字,还可以在网站的会员专区里面提问,欢迎大家订阅 这些年,我一直都认为,中国经济将面临着崩盘的危机 所以多年以来,我已建立了一套对抗极端条件下自爆的一些方法 那么这两年,我也一直在倡导大家在这么做 比如说卖房、移民、换美元、买黄金、囤粮、囤肉以及囤油和一些准备国外签证或者是护照等一些措施 没想到啊,这套东西没有等到中国经济崩盘,反而是在武汉肺炎爆发的单口了,就已经可以派上用场 这两天呢,很多网友啊,就在感谢我去年给大家提供一些卖房、换美元、移民、囤粮、囤油等一些建议 他们也按照我的建议呢,很多也做了,可以说现在是感觉到非常的正确 选择的时机很好 当然,经济崩盘和武汉肺炎这种深化危机的模式啊 操作方法、应对办法还是不完全一样的 今天的节目呢,我将结合我应对经济危机的模型 来给大家提一些在当前应对武汉肺炎极端模式下的一些建议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介绍方法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武汉肺炎的扩散的情况 这些天呢,肺炎的确诊和死亡数字啊,都在狂飙啊 昨天呢,全国确诊的病例啊,已经暴增了一千多个 达到了仅六千 死亡人数呢,增加了二十六个,达到了一百三十二个 当然了,这还只是官方的数字 还有很多人呢,虽然因为武汉肺炎死亡 但是由于检测能力有限 或者是啊,官方根本就没有打算了给所有的疑似患者 进行及时的检测 没有确诊 所以一直啊,他们死了都没有纳入到具体的统计数字里面来 因为啊,一旦确诊 这些人的医药费以及治疗费啊 基本上都需要政府来承担 那么这都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所以啊,政府很多时候 他们宁愿疑似患者永远不确诊 拖着 这样呢,既不占用有限的医疗资源 也不需要政府掏钱 没有确诊之前去世了,还不落入统计数字 可以说政府是一举多得 湖北皇室啊,就有一个孕妇 她从开始咳嗽,发烧 到最终肺部发白去世啊 只用了不到12天的时间 12天的时间里啊 家里面花了20多万的积蓄啊 都已经耗尽了 最终是一尸两命啊 人还是走了 可以说这就是人间惨剧 我说这个例子啊 不是为了说其他的 只是为了说明大家呀 不要只看官方死亡这样一个132人 这样一个报道 就觉得死亡率不高 掉以轻心 其实啊 大量的死亡病例呢 是因为没有确诊 所以他才没有统计进来 也不要听专家瞎唬又说什么 肺炎只感染老人 年轻人抵抗能力强 不会感染没问题 其实啊 我看了一下全国各地的 因为肺炎死亡的人的年龄 其中啊 年轻人也不少 比例啊都不低 从地理上来看呢 中国现在是除了青海 基本上所有的省份呢 都已经出现了武汉肺炎的病例 今天呢 连西藏都有了疑似病例 1月28日零点到24点呢 全国31个省市啊 报告新增确诊的病例啊 达到了1459例 昨天呢 新增病例啊 也达到了1771例 目前啊 全国累计确诊的病例啊 达到了5974例 已经超过了当年飞顶的确诊病例了 这两天就增加了一半 基本上是确诊病例 是一个爆发期 新增死亡病例呢 今天是26例 总死亡病例达到了132例 湖北啊 还是死亡的重灾区 像北京 海南、荷兰等这些省份啊 基本上都已经出现了死亡病例啊 可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苗头 所以啊 总体来看 不管是新增确诊病例 还是疑似病例 基本上都呈现出一个爆发的势头啊 就在这两天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的北上广深 几个中心城市的数据啊 截止昨天中午 北京确诊的有91例 上海截止前天有66例 广州有55例 重庆的确诊病例啊 在前天也达到了132例 这几个城市啊 可以说都是全国或者区域的经济中心 也正好是东西南北 武汉动车5小时交通圈的距离 就武汉到北京到上海到广州深圳到重庆 基本上都是等距离的呀 所以武汉是一个交通的枢流 也是一个地理上的中心 目前来看呢 已经呈现出一种爆发的势头了 就是说这些城市里面 如果武汉肺炎呢 在北上广深和重庆这样的超级大城市里面爆发 那么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的 钟南山了刚刚在今天发话 他说疫情会在一周到十天内见底 不会大规模爆发 这个说法呢 和贵新所说的元宵节 肺炎将见顶是一样的 是两种说法是不谋而合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他们两个人的说法都有很浓的官方维稳的色彩 基本上都选的是元宵节这个节点 就我的估计元宵节肯定是进不了顶的 所以这次他们两个人的脑脸估计要被全国人给打爆 因为就算按照SARS爆发的情况来推算 从爆发到基本消除 SARS基本上持续了六个月的时间半年 爆发高峰基本上出现在四到五个月的时候 绝对不会爆发一个月不到就进入高峰 这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武汉肺炎现在的威力和爆发力都是SARS的好多倍 而且现在病毒还在不断的升级更新 出现了活蹦烂跳的超级感染者 也就是说被感染的人好像还没事 他自己还是活蹦乱跳的 但是被他感染的人有些已经死了 或者是重病 所以这就非常可怕 如果按照这种情势继续下去 这个肺炎还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他就表示 根据研究模型分析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每6.2天会倍增 预计武汉市已经有4.4万人被感染 整体疫情在4月到5月见顶 到6、7月才慢慢消退 疫情将会在4、5月陆续在重庆、北京、上海、广州 以及深圳这些城市爆发见顶 其中重庆和武汉交通连接最频繁 出入境的人流量最多 重庆将会比其他省市早1到2周达到巅峰 到6、7月份疫情才会慢慢的消退 这是他的一个分析判断 在4月底到5月初高峰期 估计重庆每天的感染病例数将增加到15万宗 武汉、上海、北京将分别增加5万宗 这是他的一个判断 香港大学的医学院是世界顶级的医学院 香港有丰富的应对SARS的经验 就您SARS病毒基本上都是香港人发泄命名的 我觉得他们的模型推算还是比较靠谱的 如果按照病毒相在北上广深重庆等城市爆发的时间推算 那么这些城市的人从现在开始就要进行自救和自保措施了 因为还有漫长的4到5个月 几乎上是半年是一个持久战的 大家不要觉得两周或者是一个月就可以消退 这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病毒都在湖北武汉 其实如果按照武汉封城之前已经流出了500万人的说法 北上广深和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潜伏着武汉肺炎 大家千万不能大意 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关注应对武汉肺炎的 个人和家庭的一些防护措施 今天我就在这里跟大家总结交流一下 希望对大家躲避这个病毒有所帮助 希望每个人都能平安熬过这段时间 首先必须做好个人的防护 最重要的就是戴口罩 而且一定要是N95的医用口罩 一般的口罩是没什么用的 外出的时候特别要戴 因为病毒传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飞沫传播 两米之类只要你和感染着聊天说话 你都可以被感染 所以这个传染性是非常之强的 目前口罩是一兆篮球 在国内很难买到 各种渠道可以说都断货了 但是还是有部分的渠道是有货的 大家可以多打听 就算价格高一点 只要是正品质量没问题 可以先买一些用者再说存起来 买的时候绝对不能买杂牌的 来路不明的 听说现在国内一些黑性的商家 在对用过的口罩进行回收 简单处理一下 然后包装就卖出去 而且很多口罩是有一些黑性的作坊生产 卫生不达标 对于这些口罩 大家一定要注意 警方买到这类假冒伪劣的产品 那么用这样的口罩可以说比不戴口罩还要危险的多 除了戴口罩出门护目镜也最好戴上 防护服一家最好也买几套 防止极端情况发生 备用 防护服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 就算是真正的用不着 损失也不大 也不贵但是一旦要用的话 那么就派上了大用场 勤洗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因为人的手是最容易和外界接触 最容易沾上病菌 需要用肥皂酒精或者消毒液洗手 那么时间也不能太短 尽量洗长一点 戴口罩了 大家可能都记得 但是勤洗手不一定 所有人都记得 八四消毒水是一定要备足的 像家里的厨房厕所等一些地方 容易脏的经常清洗用八四消毒水 给家里买一个喷壶 定期了给家里喷洒消毒液 可以背一个紫外线的灯 给衣服帽子鞋子定期的消毒 它是给一些纺织品消毒的床单 被套 这是很有用的 当然如果能买到消毒酒精和抗生素 等一些医药用的用品 备用一些也是最好 关键的时候 这些东西一定能派上用场 此外就是尽量做到自我隔离 过年大家尽量的不要出去拜年 不要走亲访友 同学聚会 朋友聚会 聚餐 这些能免的就免了 一定要聚集 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当然绝对隔离肯定是做不到的 毕竟至少大家要定期出去采购食物吧 那么超市里面人多 就算你戴了口罩 戴了护目镜 可能也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这个要特别谨慎 最后就是啊 如果家里有人出现了疑似症状 一定要马上隔离起来 一定要下狠心 大家不要觉得是亲人 不忍心隔离 怕伤了自尊 这是要不得的 不要抱侥幸 一个人传染一个家庭的悲剧 可以说在这次武汉肺炎中 已经发生了很多了 像广州的一个病人 他就传染给了14个医护人员 成为超级病毒的传播者 所以就算对至亲的家人 也要谨慎 该隔离一定要隔离 上面我说的是 个人和家庭防护的一些措施 除了做好这些防护措施 我们还需要备足物资 保证就算在不出门的情况下 在家里也可以存活 至少存活半年以上 好 由于时间有限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剩下的内容 我们留着下期节目再讲 欢迎大家关注 能演的会员网站 3w.财经能演的全篇.com 所有的文字和音频 都将放在网站上 供大家查阅 大家也可以在网站上的 会员专区里面发提提问 欢迎大家收听 再见